台北市府人士似乎又在调动 传出台北市政府发言人周台竹 将卸向发言人一职 日后专职国际事务 由媒体事务组主任研究员陈志涵成为发言人 不过这也让外界质疑 副发言人黄金莹熟悉市府工作 却不是由他来担任 似乎是不被重用 对此台北市议员也认为 柯文哲团队似乎认为 目前的发言群辩护力道不够强 甚至认为柯文哲喜心厌旧 痛批拉低市府团队形象的元凶 就是市长本人 我是台北市政府的发言人周台竹 才刚办完双城论坛 台北市政府发言人周台竹 却被传出将卸下发言人一职 专职负责国际事务 而将接任的就是他 用美食来攻击 我们不要用那种政治的 好啊 可以啊 刚在柯文哲身边给建议 还要适时cue市长 他是陈志涵 北市府媒体事务组主任研究员 争取最强媒体曝光 陈志涵曾任主播记者 熟悉媒体互动 在北市府道指不到半年 就要成为发言人 反观学姐黄敬盈 2018就在柯文哲团队 随着民众党创党一路走来 如今却得继续守着 副发言人之位 还得接受陈志涵成为她的新长官 之前蔡碧如在内部群组所说的 发言人都死了这件事情是有关的 代表这个柯文哲科市长 跟这个民众党的团队 可能认为现任的发言人群 在发言辩护的力道是不够强的 翻出蔡碧如批评 发言人风波 黄敬盈似乎也被质疑 辩护力道不够 不过对此议员许淑华 替学姐抱取 市长有点喜心厌旧 就是说好像这个好像用过了 觉得已经差不多了 可以了 我就再换一个新鲜一点的人 我们也欢迎学姐 如果真的对这个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到我们本党来 我们还蛮希望 有更多年轻人一起加入 虽然替学姐抱不平 但议员直言发言人调动 是换汤不换药 该换的还是市长柯文哲 柯市长才是把整个市政府团队 的形象拉下来的最大的元凶 所以我认为说 今天即便是换了100个发言人 我觉得问题还是在柯市长本人 近日柯文哲炮火猛烘媒体 这下换了发言人 能不能替柯文哲的屡屡食言 挽救局势声量 带来新气象 还有待外界观察 记者综合报道